大家今天来到我舅舅的种植基地 它在这里承包了100多亩方地搞种植 总共种了5500多棵果树苗下去 当时是发高价钱买的 买这个果树苗的时候还非常担心 会被那个老板骗 怕这个果树苗不打果子 没想到三年过后 现在打了非常多的果子 现在都已经瘦狗累累 我们过去看一下它 到底种植的是什么果树 大家可以看看 这就是我舅舅种的果树 那个树枝都已经淘下来了 说明了这个果子非常多 那个树枝都已经承受不住了 我看还绑了一根绳子 要不然那棵树枝早就已经断了 这里总共面积有100多亩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三倍也是 这个可能有点看不到 那里三倍都是它种的 它平时住就住在那里 那里一个铁棚子 那个就是它搭的厂房 用来看果树苗的 用来管理果树苗 更方便 大家可以看一下是不是 再过半个多月就可以采摘了 应该到12月份的话就可以采摘 就可以开芽了 当时买这个果树苗的时候 我舅舅还非常担心 会被那个老板骗 今年是种下去第三年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今年是第三年 第三年就打了非常多的果子 这个树枝都已经开始承受不住了 都已经投下来了 幸亏上面绑了一根绳子 要不然这个树枝就已经投下来了 卖果树苗的老板的果人没骗人 高价钱买的果树苗就是不同 大家可以看一下是不是 瘦果雷雷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里总共面积是100多吗 今年的话可以有几十万斤 可以打几十万斤这个果子 大家知不知道这叫什么果子啊 等一下我摘个下来尝一下 这叫防地鸡哦 现在我就摘一个的下来尝一下哦 摘一个成熟一点的 这个都还没成熟的 这个 像这个还是轻的哦 轻的没那么好吃 这个肯定成甜的 这个皮皮要薄哦 剥开来尝一下 哇我口水都流下来了 哇这个皮非常薄 大家看见是不是 非常薄的皮 尝一下 嗯还可以非常甜哦 不过还没到季节 没到季节现在都已经很甜了 我相信到了季节的话 还更加甜哦 在下个月应该就可以采摘了 下个月应该四五六号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见 这个树是不是 已经脱下来了 我舅舅呢 每棵树上它都掉了这 这样的一根绳子啊 撑住它 它就不会往下掉 要不然这棵树子就会断掉 大家可以看见是不是 都已经 每棵树上它都已经这样绑起来了 今天的果子实在是太多了 大家可以看见啊 是不是 这些极树苗啊 就是我舅舅从港东买回来的 发高价钱买回来的 好了 这我舅舅的 重视越来越好 祝他今天挣到大家 这里今年都有几十万斤的风筹 好了 今天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